流星先生果然厉害 老朽佩服 大长老 这是在考教我吗 流星先生请多包涵 实在是这次任务 太过艰巨重大 如果实力不够 不但会白白误了性命 而且还会拖累旁人 所以我这也是为彼此负责呀 听起来这次任务 很了不得啊 当然 所以首领才命我们 必须请来像流星先生 这种程度的高手 到底是什么任务这么难 难道是刺杀上先 这次不是杀人 而是保护一个人 居然叫我当保镖 流星先生请放心 这次不是一般的护卫任务 绝对不会犹如您的身份 而且 将以一件仙品上级神兵 作为报酬 这倒还有点意思 好吧 你说吧 到底保护谁 又要去哪里 我只能告诉你 你要保护的人叫盈先生 其他的事 必须你答应加入 才能透露 盈先生 姓盈吗 而且需要这种程度的无为 难道他是 不可能 哪会这么巧 可是不是父王又是谁呢 天鹤连剑 天鹤连剑 是老天爷终于联系我了吗 流星先生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刘欣先生 久仰大病 姓辉 盈先生果然就是父王 而且蓝一和辉一记是天王大长老 那父王岂不是天王的首领 原来天王背后竟是我们秦家 刘欣先生 谢一归 我已听过太多关于你的事 所以一定要他们把你请来 这次有劳流星先生 我既已接受要挟 就会全力保证 刘欣先生的安全 好 爽快 请 你快走 抓到我 这次去杀秦德事关大楚国运 所以朕特地派遣楚国的顶尖高手 四方杀神 来助两位上仙 以臂之力 皇上多虑了 两个上仙出马 还杀不了一个秦德 岂非笑话 你只要等着收秦德的人头就好了 太好了 那朕就静会佳音了 好 够啊 父啊 好玩啊 出发 小黑真是越来越厉害 这飞天黑五 虽然大小和小黑差不多 但其他各方面 却是远远不一 前方就是 五边洪荒吗 是啊 洪荒之中妖兽众多 达到清丹期里也不在少数 就算向往的人发现洪荒之中发生天洁 也一定会以为是妖兽在冻结 怀疑不到父王头上 下去 今晚在清室城中歇息 明天大家就要步行进入洪荒了 好好养足精神吧 葛总管 安排一下大家休息 是 嬴先生 大家随我来 大家随我来 想不到历经波折 我还是跟着父王歪了 事实真是奇妙 当日强求无所得 谁想杀手流星的身份 却让我如愿 真是无心茶流流成印啊 这难道就是命运吗 可是如果真的一切都随波逐流 那我自己又在哪里呢 这绝对也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做自己 是吧 或许一开始我就错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所以人本就应该为着自己而活着 所以人本就应该为着自己而活着 我又凭什么要求父王一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呢 待得父王渡劫过后 我便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吧 可是 我自己的人生又该是什么呢 修真剑 当然是修真剑 与天地抗衡 追求生命的极限 刘青先生 这么晚还不睡 有什么心事吗 好 我只是在想 此次进入洪荒 如果遇到接近上仙层次的妖兽 我和他来场生死之战 到底是我活还是妖兽活 刘青先生 如果你觉得此行太过危险 现在完全可以放弃 我们并不会责怪你的 银先生您误会了 其实我是希望能有此一战 为什么 因为这是印证我苦修成果的最好检验 如果我输了 说明我的天赋不够 那死便死了 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能冒昧问一下 你如此苦修 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苦修 一是为了亲人 第二个 便是想要追求修炼的极致 因为我向往修真者的世界 那修真者的世界 又有什么如此吸引刘青先生呢 修真者 动则欲见飞行万里 逍遥天涯 怒则欲见出 杀人于千里之外 与天地斗 与妖兽斗 岂不快在 你这番话 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可惜我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我相信 你以后一定会实现你的目标的 谢谢 或许吧 宁先生为什么对我的事如此感兴趣 因为我很欣赏你 欣赏你 不错 打第一面棋 不知为何我就对你一见如故 所以很想和你交个朋友 而不仅仅是 雇佣关系 并非客套 我也不必客套 真心话 真的已经很晚了 不好意思 我要先回去休息了 是我打搅了先生 先生请便 先生请便 冯兄啊 你看这个刘星先生如何 为什么在他身上 我竟然感应到了鱼儿的气息 刚才王爷在交谈的时候 我在暗中观察 后来又用临时探测过他的身体 发现他体内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先天真气 小宇是外公高手 不可能有内力 易容术只能改变容貌外形 改变不了内在 所以应该不是一个人 这就好 不过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位刘星先生 是值得信任的 好 好 武边洪荒果然是处神气之地 令人大开眼睛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探索一番 好好好 武边洪荒之中 实在太多奇鬼难解的东西 不亲眼所见 难以置信 认识生也有牙 知也无牙 刘星先生已为燃风 我 有妖少不保护营先生 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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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住人 啊她被冒养 我都被冒出了 又被冒养 我的冒养 快查看一下是否有人受伤 是 洪帮中的药哨果然好生厉害 诸位 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青莲山便是我选定的杜劫之地 宁先生的谋略真是让人佩服 连我们自己人都觉猜不到竟然会在这里 更不要说敌人 刚才的熔岩瀑布也会自动消除我们路过的痕迹 就更神鬼难测了 接下来具体选择在哪个位置布阵 便有劳风先生 这就是上仙程度的灵石吗 我一直确定了 比预想的更为理解 好 请跟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Тут变成 到了 别识此处 山洞 这 难道是想借助山体 抵挡天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照奇门遁甲之说 这里的格局似有不同寻常之处 原来里面别有冬天哪 野草丛生 杂花片片 确实不错 不过也算不上太特别 此处暗含八卦之行 实为天然幻真 不休奇门遁甲者看不出来 待我稍微修正一番 你们就懂了 我 我 我的猫 好了 山谷周围的八座山峰 正好组成一个天然八卦针 在已削弱下来的一步 在谷底固执一个反八卦 正反结合互相推动 便能自动运转生生不息 吸收天地自然之力形成故障 并隔断内外信心 绣针哪绣针 呼 必将终身而求索 朕事已成 请赢先生入阵 嗯 嗯 嗯 好 青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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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很会找地方嘛 这应该是风玉子的主意吧 风玉子 区区金丹中旗而已 等我的灵石摸到他脑门上 估计他还目知目觉呢 各位听着 今晚 银先生便有可能迎来四九天节 什么 这么快 四九天节一共有四道天雷降下 在此之间必须保证银先生不受任何干扰 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银先生 是 是 是 大家也别妄想帮银先生抵挡天雷 天节乃是针对杜节之人 旁人插手不但没有任何帮助 自己也会遭到天前 何懂 还有 万一敌人来袭 我会全力启动此巨型八卦阵石阻挡 到时 镇中之人皆会生出幻境 所以 我先在你们身上都布下一个手印 你们就不会再受幻境影响 一定要抓紧时间杀头 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那边各就各位 你 尽力 父王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您也一定要成功赌劫啊 天津来了 原来在这里